凭电影叔叔荣获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的太保 最佳女配角的欧嘉文以及主演袁富华 这天一起出席这部电影的慈善首映礼 受疫情影响 这次的金像奖以直播形式在网上公布得奖名单 出炉影帝太保透露 奖座因为还在客名当中暂时还没拿到手 虽然这次因为疫情没办法亲自上台领奖 但太保觉得能够获得业界认同已经非常有意义 而自己则是维持平常心 我情绪是很平常的 但是我那天正在拍一个微电影 所以导演也就停在那边很多工作人员 就恭喜我了 哇 太保得奖 然后送了一个蛋糕给我 非常有心 非常谢谢 那这个拿到奖项以后有怎么去清除吗 因为最近疫情也不能够超过多少个人 都是在电话跟简讯上恭喜我了 那到时候等疫情好一点我们再来个大party吧 那这个拿到奖以后 有突然就接到很多那个戏的要求 我一直以来都是拍戏蛮多的 那当然应该会应该这样说应该在香港希望多一点 制作单位或者导演找我拍戏再回来香港 而一直以演出舞台剧为主的欧嘉文 第一次参演电影就得奖 他也觉得很惊喜 那我知道你本身是演舞台剧的 第一次演戏都拿到这个奖项 自己是不是很惊讶 很惊讶 也是很高兴 但是你 我知道你是当初 就是叫提名的时候 我很紧张 你那个奖项那个直播也不敢看 对 我没有看 因为我通常都不看这种 这种领不领长那种东西的 因为我是觉得太刺激了 我受不了 那这到拿奖的那一刻 是怎么知道自己拿到奖项 就是那个公司方面的人 给我来了一个WhatsApp 那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以后我觉得太高兴了 就是也就是差异了一阵子 才很高兴 那就给他们打电话过去了 那你之后有什么就是戏的类型 我就是说如果是任何的角色 我都觉得我是希望可以有机会演 因为有很多角色我都没有演过 那还有舞台剧之后还会继续演吗 舞台剧肯定会继续演 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